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我是Diana 所以今天呢 我要分享的就是我在韩国 之前我去韩国买了一大堆的保养品和化妆品 要知道就是我们去韩国的时候 去米洋董 米洋董的时候呢 会有很多的商店铺嘛 就是商店 然后都有各式各样的选择 不知道要选哪一个 然后也害怕买到地雷嘛 所以呢 我现在意意为大家分享 还有为大家介绍哦 好 好 我们开始吧 现在我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Miskin Miskin眼霜 你知道眼霜就很多种嘛 但是我买的这个是 好像 因为韩国 美洋董那边有很多的中国人 会讲华语的卖家 这个是他为我介绍的 魔妇贵眼霜 里面是长这样的 然后呢 它里面会有一个 spatula 然后让我们去刮我们的眼霜 那么我们就不会感染我们的眼霜了 是长这样的 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但是我会有一点点感 因为在这个部位呢 会感觉到辣辣痒痒的 所以我只敷大概 15秒20 10分钟 5分钟这样子吧 5分钟 应该是5分钟的 所以我都 我会直接拔 但是它 保持方面会很好 会很错的 接下来呢 我要介绍的是 Lanege Sleeping Mask 它是 盒子质 然后呢 是长这样 它里面会有一个 spatula 它是这样 所以在睡觉的时候 可以做mask 如果是你的 你的唇 唇部的 那个皮肤 会比较干燥的话 很容易脱皮 这个是很好用的 但是我个人觉得呢 我不是很习惯 因为它 感觉上就是很油 然后我没有办法睡觉 就感觉很不舒服 就有一层 好像 口红 就是很油的 那个lip gloss的感觉 它的感觉 就是好像lip gloss 这样子的 所以 如果你是喜欢的话 你可以买哦 因为这样 这个 这个是我朋友介绍的 然后他说很不错 很好用 因为它本身的 唇部的 那个 干燥 蛮严重的 就是脱皮 很严重 所以这个 它说很好用 我个人觉得是 我还是不习惯 我本身 没有很喜欢用lip gloss 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是 lanish 也是兰姿的 系列的产品 然后这个是 multi cleanser 它呢 本身我觉得很好用 因为它除了 它洗脸方面 洗得很干净 尤其是就是 有时候你没有办法 就卸妆了 忘记带卸妆水啊 还是卸妆的一些产品的话 你直接用这个就好了 因为它就算是那个 防水眼线 防水睫毛膏 它都能把你洗得很干净的 这个 这个是我蛮喜欢的一个 其中一个产品 这个是蛮推荐的 multi cleanser lanish multi cleanser 接下来呢 这个是最 据说在韩国的时候 我去买的时候呢 它是有排行榜的 我忘了 那是第五名 还是第几名 但是这个是 Youtube很红的 Dudora Dudora 我不知道怎么样 它有用这个 就是化妆之前呢 把脸部的 就是污垢啊 那种灰尘啊 暗脏都把它满干净 然后它有 它还蛮保湿的 我自己用的很保湿的 尤其是有生 有青春痘啊 暗藏的方面的 朋友的话 有使用也是很不错 因为它有one step pimphole tail pad 是蛮适合的 给那些 给很多暗藏的朋友 用的这个 它包装是长这样的 OK 然后它会有一根盖子 我都没有开 这个呢 这个呢 我蛮推荐的 这是我蛮推荐的 如果想朋友这样 如果你们去韩国呢 去牛洞的话 有看到这个产品 一定要买哦 好 好了 接下来呢 就是要介绍 这个moment day 如果你们有看 Doctor韩剧的话 他的 呃 大眼人就是那个 Doctor的 什么 我忘了 那个Doctor的 那个女主角 然后它 里面是长这样 它可以就是装的吧 它可以就是装的吧 应该很好 就这样吧 P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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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EAN BLACK HABSTICK So 如果在你的品质方面 很多黑土的话 或者是你的 不会挤压 就很适合去 就是好像 橡皮胶那样 去擦你的黑头啊 那种粉刺的 这个是很 呃 我个人觉得是 还不错用 如果是对于一些朋友 不会挤压鼻子的 那个黑头啊 清理鼻子的黑头啊 或者是 呃 那个白粉刺的话 这个是可以用哦 这个是蛮推荐的 然后它是在台湾 在moment day 对日卖的其中一个产品 最简 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就是 蜗牛系列的产品 蜗牛系列的产品 我不是买 有买的这个 就是这个 PREMIUM PREMIUM CANELTON UP CREAM 就是 它好像隔壁霜这样子 不过它 素颜 它素颜 素颜 酸 这个叫素颜 它有网上的 这个是早上 我买的是早上的 那么 隔壁霜 应该是 这个公司的旗下 可以哦 我个人觉得呢 它蛮好用的 就是你在化妆之前 先擦这个隔壁霜 或者是你素颜的时候呢 就可以感觉到 就是你 啊这样 脸色就不会很暗沉 就很好看 里面是转亮的 我觉得蛮好用 然后它也不会很干 还是怎样 就觉得很好用 如果你化妆的时候 可能不会上色 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在化妆的时候 可能不上色 或者是没有什么好看的话 你先可以擦个 你不知道 或者是擦这个素颜妆 当做这个隔壁霜 这样子 因为它可以 brizen brizen cosmine 好 这件 可以买哦 接下来呢 要介绍的是 在韩国 也是 在韩国 就是蛮热卖的一个产品 Hydra Smooth 的 Mask 它是有 它是可以保湿的 然后 美白方面 这个面膜是很不错用 因为它 我个人觉得用了呢 它的保湿方面也蛮不错的 所以这个很推荐 推荐 然后接下来 我要介绍的是 它的 其他的产品 这个 我 除了买面膜呢 我还有买其他 就是它 这个品牌的 其他的 事业的 其他的 产品 然后呢 这个是 Hydra Lotion D5 Hydra Lotion D5 它是有 它是 其实是做重 保湿 然后我 我个人 因为 也是因为 擦很多 呃 气压粉底 其实呢 如果擦很多 气压粉底的话 再加上 隔壁霜 皮肤是非常干燥的 然后尤其是 这个部位是 会非常厉害 脱皮状况 是很严重的 就是这个店 但是呢 我买了这个 再加 这个 也就是呢 也是保湿系列的 也就是也是保湿系列的产品 这个是精华吧 那 Smoother Enhancer Vitro Medica 也就是也是保湿系列的产品 enrich system 我买了这个系列的 补水 保湿补水的 这个是lotion 然后这个是精华 然后我个人觉得 嗯 呃 觉得不是很有效 然后保湿方面 还有一点点的差 因为我擦了 我擦了这个两个 应该是很滋润了吧 加这个lotion 这个很滋润的 是长这样 只要是长这样 所以 所以擦了这个lotion 擦了这个lotion 再擦 擦了这个精华 再擦lotion 应该 原本应该是很滋润的 但是 我个人觉得 还 保湿方面 可能没有那么强 然后 不知我想象中文 那么强 那么好用 因为我擦了那么多 皮肤 衣染的还是脱皮状况 就是这方面的 脱皮很严重 脱皮很严重 这个部位呢 这个部位的脱皮状况很严重的 我在 我刚刚又买了 就是一些不同的品牌的保湿产品 还比它更好用 那么以后才介绍那个产品给大家 接下来呢 就是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水光针的 水光针系列的保湿产品 DOTR FLQ 这个Waterglow Alka Cream OK 这个也是保湿系列的 因为我为什么买那么多的保湿系列呢 我在韩国的时候 可能 那个空气比较干燥一点 所以我发生就是 在韩国 我发生脱皮状况很厉害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需要脱皮的产品 比较多 那么我就买了一系列的一些 脱 保湿产品 保湿的系列的产品 这个是其中一个 所以它里面是长这样 蓝色 它里面是长这样呢 我个人用的就是 就好像 我要加这个HC旗牌的 Hydra B5 精华保湿精华 我又加AHD的 Smoothed Enhanced Lotion 我又加 水光震的 这个Dr. Adeline X-Tier Waterglow Ultra Cream 应该 可以说 想像就可以觉得 可能太滋润了 还是很滋润的 但是 还是 效果 不是我想像的那么好 效果 不是我 我 expect的那么好 所以 可能 对你们来说 太滋润 还是太干燥 我不知道 见仁见智 但是 欸 你们如果想要买的话 你们自己再考虑 考虑吧 接下来我要介绍的就是 面膜系列的汤区 刚才就是介绍了 HC品牌的面膜 这个保湿面膜 是非常好用的 这个是可以买啦 其他的就还OK 所以这个是主打 他们这个公司 应该是主打这个面膜 这个面膜是可以推荐 我推荐的 另外呢我再买的就是 这个品牌 是Leader Stepsolution 品牌的 品牌的 我个人用了过后呢 还不错用 他什么贡献 我不知道 但是他用了 哦 因为他这里有表示 就是 呃 这是Def Skin Cell 可以帮你用走啦 Unclean Skin Dark Skin 因为他 我没有记错 因为我买了太多的面膜 它是黑色 黑黑色的吧 然后用了过后呢 皮肤看起来 会比较干净 会比较白 所以这个还OK 不错用 他的肤方面呢 蛮贴肤 蛮贴 贴肤贴的 所以这个也蛮推荐给大家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LINE 韩国 就是 也是 在 你用的我会看见 就是 有LINE 一些LINE的产品嘛 所以 LINE的面膜呢 我买的是这个 它有不同系列的面膜 但是我买的是这个 抗老的 你知道年龄就是一类一增长嘛 Time Tox & Pure Mask 然后它很可爱的就是它会有一个小小的图案 就是那个LINE的面膜 那个LINE的图案啊 就是这个小小的图案在这里 就很可爱 然后它保湿功能也是非常好 然后 我个人觉得很好用 所以很推荐 接下来就是要介绍的就是这个 BON BEHIND MASK OK 然后它里面是长这样的 这个它保湿MOSTURE MOSTURE SKIN也是非常好用 然后它我敷了过后呢 它真的是很保湿 然后它就很湿润 然后里面呢 它的味道是有一股 有一股就是那个 蜜的味道 我个人觉得是很不错用的 所以这个可以也蛮推荐 接下来呢 就是也是水光灯的面膜 Doctor at the Water Glow Aqua Ampure Mask 它是应该是Ampure的 它里面只有 有 我用了一片 所以里面应该是有 有五片 敷了过后呢 保湿功能也不错 是蛮推荐的 但是如果你是要想买其他的 它的藏品的话 这个蓝色的保湿的话 就要考虑考虑哦 这个可以推荐 面膜是可以推荐买的 好 我买了很多的面膜 接下来最后我的面膜呢 就是这个Baby Peer Shine Mask 这个领域在韩国 看到很多很多不同的系列 他们这个 这家产品的 这家品牌的 产品是有不同不同的选择 但是我选的就是 这个是 玫瑰的吧 它最近呢就是很红 它有一个图案的那个 那个也是很好用 不过我现在我想 就是想要试下这个 呃 是玫瑰系列的吧 然后这个也是保湿方面也是非常的好用 然后它也 step 1 step 2 然后step 3 这样 我用了过后呢 我觉得还不错用 然后保湿方面也是非常好 因为我在韩国呢 我有那个脱皮状况很厉害 脱皮的状况很厉害 就算我补了很多保湿的产品呢 都不够的 然后我在我网上睡前呢 先补这个面膜 补了这个面膜呢 在我第二天的时候是非常 皮肤状况是非常的好的 然后保湿 那天我 那天 那个晚上我是敷了这个面膜过后呢 我第二天是 皮肤状况是非常好的嘛 这个就是保湿也很滋润 所以 我那一天 第二天 敷面膜的第二天呢 我是没有脱皮的状况的 所以这个是蛮 蛮推荐的 因为我自己买了太多了 然后是 呃就是 我 我们每个女人 就是有一个状况就是 会狂买 狂买去到韩国 会狂买 因为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产品会好 然后 Sales哥会一直介绍 介绍不同的产品 就说这个好用 那个好用 就把整个韩国搬回家了 所以我为了不要 又害怕买到地雷产品啊 所以我会一直为大家介绍的 哪一个就是真的是好用 在网上有介绍的 然后有一些 虽然是网上有介绍的 但是有一些都是壁垒 所以呢 我个人就是买了很多 可以示范给大家 然后建议大家 你们可以考虑考虑 我个人觉得好用 可能 我个人可能觉得好用 可能觉得不好用 可能我觉得不好用 可能我觉得不好用 你觉得好用 是先人见识吧 所以我也不会是去批评他 但是我就是 给个个人的意见而已啦 这一集的video 是要分享 我在韩国买的 保养品系列的产品 希望大家会喜欢咯 记得在下一个影片吧 拜拜